大家好,这里是大石头解说,我是段小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拥有修复身体的能力,胳膊被打断后,用玻璃就能迅速修复的电影 故事开始,男主大黑哥和同事正在追踪一名犯罪嫌疑人西蒙 根据消息,大黑哥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在这里他们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大黑哥伸知西蒙的残暴,便朝着他疯狂的扫射,奈何还是被西蒙逃脱 大黑哥缓缓躲步,环顾四周,突然西蒙在后面结成料理师傅做人质 和以往剧情不同的是,大黑哥没有顾及人质的安全,还是继续开枪 最终人质和西蒙都中枪身亡,大黑哥走近一看 奇怪的是,嫌疑人没死,自己的同事却实在了自己的枪下 正当自己疑惑之时,西蒙猛地冲出来,瞧着大黑哥的脖子 瞬间将大黑哥裂得灰飞烟灭,画面一转,原来刚刚发生的只是一个游戏 警察部的研究人员设计了这个游戏,靠着神经感应训练警员 警员在训练时,有生灵其境的感觉 不过这个游戏还处于试验阶段,当然就不能用警察的安全来做试验 大黑哥便是他们找来的囚犯充当小白鼠 这次试验也发生了一个意外,和大黑哥一起参与试验的哥们 因神经感应复合,过重而死,警队高成来到现场 看到这次事故,便整理他们停止试验 大黑哥也因此被再次关进监狱,虽然这个试验项目被高成勒令禁止 但警察部的研究人员可不愿意,毕竟这是他毕生的心血 而此时,游戏中的西蒙已经具有了制动进化功能 一天,一个奇异博士发现警察部设计了这个游戏 深深被游戏中的妹子吸引,想要将它变成现实 而且自己已经研发出了将游戏中的人变成现实技术 便找来这个游戏的开发者,说只要有游戏中某个人的芯片 这些就可以在现实中还原这个人物,并拿出一条蛇现场表演 剪掉蛇的尾巴,然后将蛇靠近玻璃,蛇就可以自动复原 这条蛇就是将芯片放入研发的特质药水中孵化出来的 如此技术,一下就吸引了游戏研发者 他便拿出了游戏中大boss西蒙的芯片 骗奇异博士,这是游戏中他最喜欢的妹子的芯片 奇异博士将芯片放入特质药水中培养 不疑会,西蒙破茧而出,当场就杀了奇异博士 游戏开发者见状,知道自己传货了,赶紧逃跑 很快这件事就被警局高层知道 他们开会研究到,要抓住西蒙 只有靠警队追尼他的警员大黑哥 原来大黑哥以前也是警察 只因在办案过程中枪杀了无不平民而被抓进监狱 就这样他们找到大黑哥 跟他说明了这一情况 并告诉他,这样能抓住西蒙便可还他自由 有这样的好事,大黑哥当然是欣然前往 这时警队的心理咨询师王美丽也至高费勇的请因 要加入大黑哥的战队 就这样,大黑哥和王美丽踏上了一段金星洞窟的征程 为了大黑哥还没来得及展开行动 西蒙就已经犯下命案 入室杀了一对夫妇 还留下了和过去一根案件同样的标记 大黑哥和王美丽商量道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他那边来到游戏开发人员家里 从电脑中得知 他为西蒙置入了几千个犯罪分子的人格 而且还有一个是杀了大黑哥妻女的恐怖分子 再说另一边 西蒙来到一家歌舞厅 二话没说就像调酒是杀了 顿时一片繁华的歌舞厅慌乱起来 正在这时收音机中播放了舞厅杀人案 大黑哥和王美丽的第一反应就是 案件可能是西蒙做的 便马不停蹄赶往现场 而迟迟的西蒙还是疯狂地缠杀 这舞厅的年轻男女 更有胜者 因身体中有数千个犯罪分子的人格 也心生变态 强迫让舞厅的人发出惨叫声 并将惨叫声编成歌曲 自己不亦乐乎地表演起来 还将自己杀人的情景做成现场直播 这时大黑哥赶到 见到如实情景 便朝着西蒙不停地开枪 中枪后的西蒙 趁着慌乱逃出了歌舞厅 抢了一警车冲冲逃走 大黑哥追了出去 朝着警车又是一对扫射 然后驱车追了过去 这不仅没有打伤西蒙 还帮助了他 因为西蒙吃了破碎玻璃 伤口便自动复原 还嚣张地拿着对响机 向大黑哥挑战 西蒙也是破坏玻璃墙 摸了一把将警车撞向路上 行设车辆 然后站在车里 向追了大黑哥叫嚣者 大黑哥拿出火枪 再次射击西蒙 西蒙众身一跃 跳出护栏 追了一个潇洒的姿势 跳下桥去 等大黑哥赶过去时 西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这次事件 大黑哥认识到 西蒙有着和杀害自己 妻女的恐怖分支 高度一致的性格 超级执念 他们都喜欢在公共场合作案 希望赢得所有人的关注 第二天 西蒙来到一个百货商场 在这里他看到了 播放自己杀人的新闻 内心非常满足 这时一个小屁孩 非要看拳击比赛 还换台关掉了 西蒙杀人的新闻 西蒙最受不了的就是 不被人关注 蒙得一把将 小屁孩的脖子拧断 正好这一幕 被一个摄影爱好者拍了下来 西蒙还不知连扯地朝着镜头 打着招呼 然后嚣张地走开 很快大黑哥和王美丽便来到了现场 心细如发的大黑哥 从视频中看到 西蒙在看拳击比赛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西蒙最喜欢的就是出风头 拳击现场就是西蒙最佳的表演舞台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拳击现场 西蒙来到这里 看到如此疯狂场面 知道自己来对的地方 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还是和往常一样 不做任何铺垫 举起一个观众将他扔了下去 当场死亡 当大黑哥赶到 西蒙再次逃跑 他就是喜欢这样 和大黑哥玩遮猫猪老鼠的游戏 大黑哥追着西蒙来到地铁站 西蒙在这里接受一个人质 大黑哥持枪威胁道 让西蒙放下人质 还没等大黑哥反应过来 西蒙便开枪了 杀了人质 群众们见大黑哥拿着枪 都说是大黑哥杀了无不百姓 就这样大黑哥百口莫辩 王美丽作证说自己 没看到大黑哥开枪 也于是无补 警察将大黑哥 关进去往监狱的车上 突然 西蒙袭击的警车杀了警察 释放了大黑哥 说道 要是没有你陪着我玩 那不是太孤单了吗 重获自由 大黑哥给王美丽打了电话 告诉他自己的所在 很快 王美丽找到了大黑哥 真是一波未贫 一波又起 这时西蒙更加的疯狂 直接来到了国家电视台 向全国观众表演起了 现场杀人 不一会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 被绑架的王美丽女儿 还在旁边 安装了一个电视炸弹 西蒙要给全国观众 表演一个炸飞女孩的节目 这时 大黑哥来到电视台 再次朝着西蒙 打出竖发子弹 众向后的西蒙 众身一跃 飞出天花板 朝着天台逃去 大黑哥也追了出去 来到天花板 两人便士大起来 打斗间 大黑哥将铁石缠在自己身上 抱起西蒙 跳下楼去 正当要撞上木墙玻璃的时候 大黑哥放开了西蒙 就这样 西蒙被甩得 试着商产 动弹不得 大黑哥缓缓走过去 问道绑架的王美丽女儿在哪 西蒙趁机一把 掐住大黑哥 这时 西蒙也因吸食着周围的玻璃 身体慢慢恢复 大黑哥使出浑身解数 用力一拳打碎西蒙的脑袋 从里面拿出了芯片 西蒙彻底死亡 可西蒙死了 就没人知道 王美丽女儿在哪了 无奈之下 大黑哥只好通过神经感应 再次进入游戏 在游戏中 制造出自己被西蒙杀死的假象 西蒙见大黑哥已死 自己嚣张地说出了 王美丽女儿的所在 得到这个消息后 大黑哥从游戏中 回到现实 解救了王美丽的女儿 这个时候 警察也查明了真相 那个地铁被杀的女人 是背后中枪 这就证明她 不是被大黑哥所杀 大黑哥从此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王美丽也和女儿完美的团聚 影片最后 大黑哥再次走向天台 一把将西蒙的芯片 扔向远处 摔碎一地 从此西蒙彻底消失 世界重回 祥和安宁 这部电影名叫 时空悍将 情节并无太多创意 而与现代相比 特技更是泛善可陈 但整部影片 还是值得一看的 最后结尾一段 也非常精彩 好了 见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